弟兄姐妹平安 欢迎来到每天单独会主 与神面对面的时刻 我们今天来看马可福音 第三章二十到三十节 亵渎圣灵的罪 耶稣进了一个屋子 众人又聚集 甚至他连饭也顾不得吃 耶稣的亲属听见 就出来要拉住他 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 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是说 他是被别西部附着 又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 耶稣叫他们来 用比喻对他们说 撒旦怎能赶出撒旦呢 若一国自相纷争 那国就站立不住 若一家自相纷争 那家就站立不住 若撒旦自相攻打纷争 他就站立不住 必要灭亡 没有人能进壮士家里 抢夺他的家具 必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 我实在告诉你们 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 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 乃要担当永远的罪 这话是因为他们说 他是被污鬼附着的 在故事的背景 讲到耶稣非常的忙碌 甚至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实在是有太多事情要忙碌 所以在前面耶稣拣选了 十二个门徒一起来分担 虽然拣选了门徒 但是还是非常忙碌 因为人的需要太多了 因此很多的人开始论断耶稣 这个论断越来越严重 最后开始把耶稣的事工 定义为是撒旦的工作 之前我们在教会服事的时候 也会做过一些游戏 特别有一种游戏 就是关于传话的游戏 就是把一句话给第一个人 然后传给第二个人 第二个人再传给第三个人 基本上经过到最后的时候 第一个人讲的话 跟最后一个人讲的话 完全不一样 也就是传话的过程当中 很多话越传就会越严重 就像一个人他生病了 感冒了 然后别人传的时候就说 他有点咳嗽 然后第三个人继续传的时候 就说他肺部有些问题 第四个人在传的时候 会说他是不是得了肺病 第五个人在传的时候 可能就被传成了肺癌 最后一个人可能就会说 他活不了几天了 这就是谣言 继续扩散的问题 也正是因为耶稣服侍 特别的忙碌 结果很多的谣言出来 并且越传越严重 把耶稣传成了精神病 并且把耶稣的事工 定义为是撒旦的工作 这是多么可怕的一种现象 透过今天的经文 我们也是在学习如何避免 亵渎圣灵的罪 因为亵渎圣灵的罪 是永远得不到赦免的 亵渎圣灵的罪 也是从最开始的一些传播 相信谣言 并且论断 一直越来越发展 最后就变成了亵渎圣灵的罪 那我们如何避免的 我们看第一点 不要随便给别人定义 并传播谣言 在第二十节 在这里不知道是谁 传播了耶稣的谣言 但是背景就是耶稣太忙碌了 被有些人看到 就觉得耶稣不正常 饭也不吃 怎么还能继续地服侍呢 他们认为 这肯定不属于正常的状态 就是在背后有一些讨论 结果这样的讨论 这样的论断和定义 不断地在散播 也传到了耶路撒冷 并且有一群文士和法利塞人 他们听到关于耶稣的事情 他们从很远的耶路撒冷 下到加利利这个地方 来现场勘察 到底怎么回事 其实在圣经当中 上帝最恨武的 就是谣言 就是传言 在经言书的 第六章十六到十九节说到 耶华所恨武的有六样 连他心所恨武的 共有七样 就是高傲的眼 撒谎的舌 留无辜人血的手 图谋恶迹的心 非跑行恶的脚 图谎言的假见证 并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 在诗篇第十五篇一到第三节也说到 耶和华 谁能寄居你的账目 谁能住在你的圣山 就是行为正直 做实公义 心里说实话的人 他不以舌头颤绑人 不恶待朋友 也不随伙 毁谤邻居 在十条介面当中也特别提到了 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 我们从圣经来看 神最恨武的 其实就是那些散播谣言 并做假见证的人 甚至给别人下定义的人 第二点 不要随便听别人所传的谣言 并且也不要相信 二十一节 真言书十四章十五节说到 于蒙人 实话都信 通达人步步谨慎 耶稣的亲人 就是因为听到了周围人 很多人散播的谣言 因此他们也是出于 想要帮助耶稣 但是却因为随便地相信谣言 却拦阻耶稣的服侍 其实我们常常 很容易去听信别人的谣言 也很容易 不小心陷入拦阻圣灵的工作当中 当然耶稣的亲人 是不会伤害耶稣的 他们也是出于保护耶稣 但是如果在遥远中做决定 肯定会不知不觉成为 阻挡上帝国度发展的人 并且也会不知不觉 在弟兄当中 会带来一些矛盾和冲突 在我个人服侍的过程当中 曾经就有过这样的经历 真的是领袖同工之间 他们听信了一些谣言 结果造成了 同工之间的张力 非常的严重 矛盾也越来越升级 甚至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 服侍也没有心情 也没有力量 甚至很多同工都想放弃服侍 以至于导致了整个幕会的生态 非常非常的糟糕 弟兄姐妹 在这个时刻当中 为什么上帝非常讨厌 恨物 谣言呢 传播呢 主要是因为上帝知道 谣言会带来巨大的破坏力 我们看第三点 不要随便给人定义被鬼附 二十二节到三十节 法利赛人是最可怕的 鼠林上出问题的一群人 他们从耶路撒冷下来以后 他们要勘察耶稣的情况 他们加上所听到的一些谣言 就直接给耶稣下定义 说耶稣是撒旦充满了 在第一世纪 常常他们会容易把精神错乱 定义为撒旦充满 这就是不断的升级 最开始耶稣只是很忙碌而已 可能超乎了一些常人的工作量 然后就有人给他下定义说 他是不是精神有毛病 癫狂了 然后事态不断的发展下去 最后法利赛人 他们把耶稣定义为 是被鬼附的 第一世纪的人 也的确是常常会这么看 把那些精神有问题的 就认为是撒旦的工作 被鬼附的 在今天也是一样 在中国大陆服侍的时候 常常还会有很多的人 只要看到有一些不正常的 都会直接说 这是撒旦的工作 它是被鬼附的 我们需要给它赶鬼 其实也带来了一些 不必要的混乱 然而我们在美国 也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常常把所有的问题 都归类为心理病理学 也没有从属灵的角度去祷告 也很容易把被鬼附 也当成了医学上的精神疾病 当然今天我们重点 不是在讲这里 而是要提醒我们 不要随便地给别人下定义 特别是千万不要活在论断的里面 因为论断人 最容易陷到 亵渎圣灵的罪的里面 耶稣在这里 回应法利赛人 亵渎圣灵的罪 说到永远得不到赦免 这是很严重的审判 其实耶稣在这里强调 犯亵渎圣灵罪的人 他根本就没有上帝的生命 没有基督的生命 真正的基督徒 当然也不会犯这种罪 今天我们分享的重点 就是我们的信仰 是不是容易坠入到 这个法利赛人的光景当中 因为这样的光景 是最容易犯亵渎圣灵的罪的 就像今天很多圣灵的工作 却被基奥派信仰的人 说成是邪灵的工作 这是多么可怕的状态 在今天我想大家建议就是 我们随时保持一颗谦卑的心 并且把审判的权柄交给神 我们千万不要给别人 做任何的定义和标签 我们只管谦卑的服侍 并且相信一切的事情 有一天上帝终会审判 虽然有些事情 现在我们觉得困惑 也没有关系 我们只要确定 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只要好好的服侍神 一生回应神的护照 至于那些让我们困惑的事情 就不要去管它 因为困惑中 我们做出来的决定 常常是错误的 并且也会带来 不必要的纷争和矛盾 所以耶稣在这里面 特别说到撒旦 他们的国度 却是同心合意的 倘若一家自相纷争 一国自相纷争 他们怎么能站立得住呢 就连撒旦也是同心合意的 他们不会相信谣言 当然他们会制造谣言 让人与人之间产生各种矛盾 产生不合一 但是我们看到撒旦 他们却是同心合意的 在这里面也是一个 非常的值得我们提醒的 就是耶稣用撒旦的 这样的国度的合一 来提醒法利塞人 提醒他们的问题 亵渎圣人罪永远不得赦免 其实也在提醒他们 其实如果坠入到这种光景里面 比撒旦的光景更加可怕 这对我们来讲 是一个很严重的警告与提醒 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讲 也是很重要的提醒 让我们常常保持一颗 谦卑 顺服 受教的心 能够对圣灵有敏锐的心 远离论断的罪 让我们能够常常警醒 在神的面前 愿上帝祝福大家 我们一同来安静祷告 等候神 哦 哦 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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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